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你知道音乐在哪里 否则你拉错了音 你不会懂得调音 现在你猜的是什么呢 你是没有联系 你知道音如何为止准 或者如何为止不准 但是你和手指之间没有联系 你应该要在未拉一个音之前 已经知道如果我的手指是打开 或者关掉会出到怎样的音 我感觉上你现在只是在一个被动的位置 我错了然后才教对它 但是你没有在未拉之前 你给手指的感觉 和你心里面觉得 音应该是怎样 这两样东西中间没有联系 这个我练习的功能 我很多时候放了它 通常应该是50% 50% 那个注意力应该是 你出来的音 你想要的效果就是50% 而你留意手指的感觉 也都是50% 來吧 是沒有一個根據 現在你沒有這根據 你明明有一個音在 你的手指就根據心裡這音 但你沒有利用到它,所以它有時不小心打開了 錯了,那我關上了,這次沒有錯,我認識的 但其實不穩定的 有時音不準,純粹你對那個音的要求不夠高 你覺得可能差了10%,或者你未必聽到 是這一個原因令到它不準 但有另一種音的不準,就是剛才我們說 你連它是否半音這一點,你都沒有發覺 你要錯了之後才發覺,這一點是最需要改的 我先按完 有時音樂 每天歌 你今次肯定是一邊拉一邊又唱 你心裏有這個scale 唯有想半音 我剛才好像全部想半音 你所謂想半音 半音是怎樣去想的 你怎知道那個音是半音 怎知道這兩個音的距離是半音 你是靠數還是靠唱 是怎樣的 你怎知道即將要拉的哪一個音 是不是半音 好像真的唱 因為經常會唱遠的距離 當你唱的時候 當我們唱的時候 我們不會計 拉拉拉拉 原來是半音 我們不會這樣計 拉拉拉拉 是心裏這一個感覺 拉拉拉拉 告訴我們是半音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唱的話 或者你唱得不準的話 就會影響你按的時候那個感覺